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用电脑来画画 我画了一只船 因为我以前和爸爸坐船 用电脑来画画 可以方便了 画得快 今天学了画3D小画家 今天觉得开心 我喜欢用手头电脑画很多很多画 完成这次活动 我有新的看法 未来有新科技 要尝试才能得到成果 我们学校是一间特殊学校 包括有自闭症的学生 多重障碍 活跃和歌动活跃的学生 我们如何将这些学生聚焦在一起 藉着这个资讯科技 是扩阔眼界的 虽然他们有少少特殊的需要 但其实他们一样可以利用科技 去成就他们的梦想 他们也有很多东西 他们想做得到 我觉得今天真的很开心 我们可以帮得到他们 令到他们 可以觉得自己 其实都可以 创造到很多东西出来的 今天我看到 如果你赴了科技品牧的人 他都可以用科技来成就他的理想 去信念 包括用一些很简单的科技 来建立一个他心目中想的 或者理想的城市 我看到他其实发挥是非常无限的 我们今次的活动很特别 因为用3D画面 可以更加认识 小孩内心的世界 也想不到技术 可以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以及更加了解对方 其实今天这个活动 可能大家觉得 都是一个很小的事件 但大家要明白到 每天做一点 每天做一点 最后来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所以其实对我们Microsoft来说 我们的使命就是 我们每天做的事 如何可以继续地做这件事 最后来可以令到科技 代表世界上不同类型的人 每一个角落 其实微软深信 教育来说是很重要的 除了工具之外 最重要是 就是训练他们一些 computational thinking 就是解难他们的能力 令到以后他们可以 扛新社会 面对不同的挑战 我们肯定认为 今天的经验 是非常合作的 所以我们坐下 跟孩子们 他们的父母 和教授 我们拍了一些很棒的照片 我们拍了照片 我们试图在故事 非常有趣 我会用创意 怜悉 愉快 享受 创伤 Empowering 和Innovation 去引用这次活动 我们是创造者 我们全是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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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oo 男生 我最后 是ней沛 你的 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